老婆最近每次回来都是大汗淋漓,筋疲力尽,连夫妻情势也不想跟我做了,后来我在地下会所发现了老婆反常的秘密,为了报复她,我赤巨资雇了几个黑人陪她玩她喜欢的碰碰车,张家回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,依旧那副疲惫的模样,这次甚至全身都湿漉漉的,身上还散发出一股腥味,让我有些作呕。 看到我她眼神躲闪了一下,迅速跑进了厕所洗澡,她最近都变得很奇怪,所以我在白天就提前在厕所安好了监控,就是为了看她在厕所里干嘛,打开手机监控屏幕就看到张家在脱衣服。 她的头发都被汗水打湿了,一缕一缕地贴在脸上,脱下湿漉漉的贴身衣物和衣服随意地扔在洗手台上,我看得捏紧了拳头。 妈的,这女人到底背着我干什么去了?此刻她拿起手机给一个人发语音,明天的位置给我留好药。 声音妩媚又勾人,我很疑惑什么位置?打牌吗? 张家从来没在我面前这样撒娇过,而且最近她变得特别反常,以前她每天回来都缠着我和我做那种事,而最近她就像出去找鸭子了一样,回来一副精疲力尽的样子,洗完澡倒头就睡觉。 但我虽然怀疑她,可找不到任何证据,所以我才安装了监控,但也没得到什么有用的消息,所以我决定和她好好谈谈这件事,她裹着浴巾刚打开门,我就喊住了她,家家,我想和你聊聊。 听到我的声音她有些诧异,不过很快又对给我露出甜甜的笑容,怎么了? 说着她走过来坐在我旁边,此刻她身上没有了那股腥味,只有沐浴露的果香,你为什么每天回来都大汗淋漓的,是去运动了吗? 我死死凝视着她,想从她脸上看出点神吗? 听到我这话她立马笑出了声,扑进我的怀里,我只是和冯雪去玩碰碰车了。 听到她的话,我下意识以为她说的是游乐园的碰碰车,冯雪是她的闺蜜,可我记得那个女人在夜场上班,也不是什么好货色,能带她去玩碰碰车,出神之际张家打了个哈欠,阿伟我先去休息了。 没等我说什么她便进了房间,可我依旧怀疑这件事有问题,我想起刚才张家在厕所里打电话说明天还要出去,所以我决定跟踪她。 张家很早就起了床,化了妆穿了漂亮的小裙子,临走前,她在我脸上巴唧一口,阿伟,我和小雪玩去了。 她的脸上看不出任何一样,说完便出门了,立马我也下楼跟了上去,一辆黑色的奔驰车在门口等她,我一眼认出那是冯雪的车,张家刚上车那辆奔驰便急迟飞了出去。 我也急忙喊了辆出租车跟着他们,打开手机地图,我发现他们走的那条路根本不是去游乐园的,因为游乐园在后边那条路,那他们到底是去哪里玩碰碰车,很快冯雪的车停在一所贵族幼儿园门口。 这让我更加疑惑了,我和张家没有孩子,冯雪也没有孩子,他们来幼儿园干嘛,突然这时我看到他们给保安打了个招呼,然后开进了地下室,住租车不能进去,我只能下了车,刚准备进去,却被保安拦住了,你干什么的? 我和刚才那辆车是一起的,上面有一个是我老婆,我随便找了个理由搪塞,很明显保安不吃我这套,凶巴巴地看着我,陌生人不让见,随即便赶我走,我吃了闭门羹,可依旧不甘心,这时一辆鲜红的法拉利开了过来。 里面都是高大魁梧的黑人,车主塞了一把现金给保安,保安便像个狗腿子一样让他们进去了,这让我更加疑惑了,这里是幼儿园,怎么会有豪车和外国人? 而且现在是幼儿园放暑假的时候,也不可能是老师为了查清张家到底背着我在做什么,我下血本,取了五千现金,拿了两千,再给那个保安,很明显保安的态度一下就变了,眼睛都在放光,可当我想进去时,他还继续伸出手朝我要钱,他眼底的金光暴露的淋漓极致,真贪心。 可我也没办法,只好把剩下的钱都塞给他,才放我进去。 一进地下室,这里和普通的地下停车场没有任何区别,我以为我走错地方了,但突然我看到了那几个黑人的法拉利停在不远处,因为是招摇的红色,很容易让人发现,还有逢雪的车也停在那里,看来我没有走错, 想到这里刚走过去,就发现车的对面有一道门,门口站着一个身材高挑的美女,看到我他立马冲我招手,帅哥,过来啊。 我刚走过去,他就拿出了POSG,帅哥,买票4999元哦,听到他的话我一下愣住了。 什么票?他看到我的反应,好似知道了,我是第一次来,我们这里是私人会所,进去玩需要买票的,买了票可以在里面任意玩。 听到这话我纵使在傻,也明白了过来,原来这就是个见不得光的地下会所是吧,张家来这种地方玩碰碰车,而且一张票差不多五千块了,想想有些肉疼,可我今天必须要查清楚张家在做什么,我气得牙齿咯咯作响,拿出了卡给他,刷完卡他便打开门让我进去,祝你玩得愉快。 我刚进去,一股酒味混杂着女人的香水味扑面而来。 嘈杂的人声和音乐震耳欲聋,灯光很昏暗,看到眼前的一幕,我整个人都惊呆了,这里就像是个游乐园一样,有很多游乐设施,各国的人都汇集在这里,争先恐后地抢着玩那些设施,最中间有个高高的台子, 上面好像是这里的主持人,他拿着话筒,邮请我们的选手入场,大家现在可以开始下注。 他的声音让我的视线看了过去,那是一个用木栏围起来的车场,外面都是座位,此刻已经有很多人入了座, 车场里面都是碰碰车,和游乐园的碰碰车在外观上没有任何区别。 但唯一的区别是,我清楚看到了有一些碰碰车座位上有一根凸起的棍子,和男人的那里没有任何区别,我看得脸一下胀红,真变态。 所以,张家就是在玩这种碰碰车嘛,我死死捏紧了拳头,这时,我看到几个穿着紧身超短裙的女人走进了车场, 下一秒,我脸色铁青,果然张家也在那里,但冯雪却没在,视线扫了一圈,也没看到冯雪的身影,此刻张家的脸上荡漾着风情的笑容, 娇好的身材被单薄的布料紧紧裹住,眼神有意无意地勾引现场的男性,看到这场面,在场的男人都在大声咆哮。 原来张家真的在玩这种碰碰车?我气得死死扣住掌心,我只感觉此刻浑身血液都凝固住了,可这里人太多, 我只能暂时忍住内心的怒火,走过去,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下躲在人群里,随着主持人的一声令下,张家和几个女人坐上了带有棍子的那几辆碰碰车,刚坐下, 他们的脸上就泛起潮红,闭着眼睛一副很难耐的样子,以一种不正常的坐姿蜷缩着,这时几个男人也入了场, 他们的碰碰车便是普通没有棍子的。 现场的气氛一下躁动了起来,劲爆的音乐也越放越大声,比赛开始,主持人一声令下,碰碰车开始启动, 女人们开着碰碰车躲避着,几个男人大声地笑着,猛烈地撞击他们的车身, 女人们被撞得花容失色,但也乐在其中,他们的声音让在场的男人都蠢蠢欲动, 我看到张家被几个男人围追着撞,他脸上依旧是那副恶心的笑容, 一副愈生愈死的模样,似乎很享受被这样对待,我们要开始加大比赛的难度了。 主持人突然发话,拿出一个遥控器暗下,顿时女人们整个人都被震得上下起伏, 原来碰碰车上的棍子是电动的,简直颠覆我的三观,竟然存在这么恶心变态的地方, 这种地方不被查吗?疑惑之时,后面突然有人撞了撞我,我回头发现是开法拉利的那几个黑人, 其中一个用着别角的中文对我说,兄弟,需要服务吗? 什么服务?我疑惑地看着他,几个黑人立马相视一笑,你看到场上开碰碰车的那几个男人了吗? 那是雇主花钱雇上去撞对手的女人,因为这个游戏规则是哪个女人坚持到最后,谁就是获胜者? 而获胜者和下注的人分别可以获得十万奖金,所以我的意思是你可以雇我们,我们会听你的安排撞你指定的女人,我们黑人的优势就是强壮有力。 听到这里我立马明白了过来,原来是这样,张家就是靠这个赚钱吗? 可虽然我工资一般,平时也能养活他,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还要做这种事,此刻我又看到了张家那副表情,我气得快吐血,内心的报复想法由然而生,多少钱? 我下意识地说了一句,我们四个人你给十万就行,黑人露出一口白尺,真诚地看着我。 此刻我只想着折磨张家,咬了咬牙,拿出卡给他们刷,他们拿到钱满意地笑了,很快到了第二场轮到他们上场,张家累得满脸通红,大汗淋漓,碰碰车还在不断地推着他一上一下的。 此刻我内心直作呕,只感觉想吐,我手捏紧了拳头,看着场上的黑人,张家,别怪我心狠,这是你自找的,很快比赛开始。 几个黑人果然猛烈地攻击张家,张家不明所以,连连求饶,可黑人根本不给他机会,一个接一个地撞他。 他毫无还击之力,此刻大家看的兴奋都在鼓掌大叫,我也看得心里暗爽,这钱花的就是值,张家,谁叫你背叛我呢? 几个黑人的车技很熟练,张家的声音都叫得嘶哑了,现场的人一个劲地叫继续继续,几个黑人操控车身,对张家发出最后一击,下一秒,张家连人带车被撞翻在地上,晕了过去。 很快张家被几个男人抬下场,剩下的女人继续最后的比赛,算是报复了张家,我心里得到了一丝安慰,张家晕了,我也回家了。 回到家我立马准备好了离婚协议,打算等她回来就和她离婚。 因为我无法接受自己的女人去做这种事,但张家一夜未归,她发消息,告诉我过几天才回来,想到那天对她的折磨,我猜想她应该在医院,毕竟她当时都孕了。 可我只觉得她活该,第三天张家回来了,面色疲惫,脸上还有一些伤,她受了好多,整个人都摇摇欲坠。 看到我她勉强扯出一丝笑容,递给我一个袋子,阿伟,今天是你生日,这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。 我整个人都愣住了,眼里都是诧异,她怎么还记得我生日,看到袋子上的logo我发现,那是我最喜欢的一款手表。 但因为很贵,我一直都没入手,看到我一直没说话,张家打开,替我戴上了那块手表,生日快乐。 她看着我,眼睛里都是泪水,泪水滴在了我手上,炙热又迅速冰冷,此刻我犹豫了,那句我们离婚吧,我没有说出口,谢谢佳佳。 我努力地扯出笑容,难道张家背后有苦衷吗? 晚上我们各自躺在床的一边,一句话都没有说,想到床头抽屉的离婚协议,我到口边的话咽了一次又一次, 张家背对是我躺着没有任何反应,今天晚上她异常地乖巧,不像之前像个八爪鱼一样缠在我身上。 我内心莫名地有些难受,不知道她经历了什么,但我只相信我眼睛看到的,我还是决定第二天就和她提离婚,可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她已经走了, 我一拳狠狠地砸在床头,果然不能心软,她肯定又去了那个地方,这时我突然收到了一条扣款短信,显示银行卡被扣了二十万。 这是我和张家存钱的卡,银行卡绑定在她的手机上,但手机号是我的,我们以前就约定过不会动这笔钱。 里面刚好只有二十万,现在全部被她用光了,我恼怒地跑到了上次的地方,果不其然发现张家又在碰碰车上面,全场一片哗然,在场大半的男人都压了张家赢,就在我不明所以的时候,一个哥们告诉我,快压张家,绝对能赚钱,自从上次她惨败以后,一直都在赢,这娘们太能坚持了。 此刻我脑子里只有张家恶心的样子,我彻底心寒了,眼里的光暗了下去,看着车厂里的张家,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,这次我不会再心软了,我离开了这个宁人作呕的地方。 回到家拿出离婚协议在沙发上,我等了张家一夜,可他没有回来,这时我接到了电话是贷款中心的,先生你好, 张家是你的妻子吗?他在我们这次贷款了五十万,已经逾气了,请尽快还清。 听到这里,我手机都掉在了地上,电话里的工作人员声音不断传来,可我什么都听不进去了,张家在干什么? 花这么多钱到那个地方,存款拿完,还借了五十万,我气得浑身发抖,使劲按了按太阳穴,我捡起手机挂断了电话,给张家打了一个又一个电话。 却都是无人接听,我内心隐隐感觉有些不好,但说不上来是为什么,这时冯雪突然给我发了一条短信,他说,阿伟,家家出事了。 他欠了会所很多钱,现在急需五十万,不然家家就没了。 我立马打了电话过去,风雪接通后大哭着,好像还有什么人在威胁他,很嘈杂,阿伟,家家快被打死了,快筹钱。 说完他像是被人捂住了嘴巴,电话也随之挂断,我崩溃的抱住头大吼,狠狠地将茶几上所有的东西扫在地上,我为什么要去救他? 他背叛了我,是死是活和我有什么关系,可下一秒,脑海里像是有个小人怂恿着我,他说张家毕竟是自己的妻子,如果不救,可能就永别了,我内心不断地挣扎,最终我过不去心里那道坎,可能是出于结婚这么久以来的最后一次感情吧,我起身去借钱救他,但我没有五十万,卡里的钱也被张家给用完了。 我挨个找朋友,用尽了所有办法,也只凑到了四十万,情急之下,我给父母打了电话,我告诉他们家家出事了,还差十万赎金,他们想都没想,立马赚了十万,给我让我快去救他。 这一刻我什么都没想,只想着把他救出来,我提着钱,再次到了那个宁我悲伤的地方,今天会所里面没有人,安静的吓人。 张家和冯雪全身被捆着扔在台上,他们的嘴巴被胶带封住了,张家看到我他拼命地摇头,我刚走过去,就看到几个黑人走了出来,是上次那几个黑人,那个为首地冲我笑着,果然守信用啊,把钱拿过来吧。 我提着钱走了过去,刚把钱递给他,下一秒,我感觉后脑勺一腾晕了过去,再次醒来的时候,我发现自己也被绑了起来,关在一个小屋子里。 嘴巴也被贴了胶带,旁边的张家不断发出呜呜声,眼泪汪汪的看着我,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,努力向他靠近,试图能够带给他一丝安慰。 这时突然有人打开了门,首先进来的是那几个黑人,最后则是冯雪。 我惊讶地瞪大了眼睛,怎么会是他?下一秒他痴笑一声,上前抬起我的下巴,真是傻呀。 张家努力地扭动身子流出了眼泪,可下一秒却被冯雪狠狠打了一巴掌,放心,过两天就可以送你们上黄泉了。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。 这一切到底怎么回事,我死死盯着他发出呜呜声,冯雪像是看出了我的想法,轻轻拍拍我的脸蛋,很好奇这一切是吗? 行,我告诉你,就当是满足你死前最后一个愿望。 他说,这一切都是他计划好的,他以赚钱的名义骗张家上讨,带张家玩碰碰车的也是他,一开始先让张家上去玩,告诉他坚持到最后就能拿到十万。 他说,这娘们挺能坚持,拿得低一笔钱,但这只是才开始而已,后来张家如同上瘾了一般,每天都要去,赢的钱也一把又一把。 即使是身体溃烂,他也要继续,因为人在钱的面前是控制不了自己的,他说张家告诉他要挣好多钱买大房子,后来他是故意让张家回来那么晚的,这样就能让我怀疑,让我发现果不其然我上钩了,他一直都知道我在跟踪。 所以,故意派黑人手下给我引路,我也成功地进了这个骗局,保安包括门口的女人都是他安排好的,就是为了骗我和张家的钱,所以我进去后,他便派黑人来找我问我要不要服务,而我在那种时候看到自己的老婆做那种事,一气之下,这钱是绝对会花出去的。 所以,如他所愿我花了,张家也因为我惨败比赛。 比赛输了需要赔奖金,数额双倍的钱,那一场的奖金是二十万,张家输了,赔了四十万,身体也被折磨得不行了,还住了院。 他说,张家竟然还要求着要参加碰碰车比赛,为了让张家多输点钱,他答应了先让张家赢了好几场,张家被折磨得遍体鳞伤,拿到钱第一件事竟然是去买手表。 冯雪说他只觉得可笑至极,拿着那种钱给老公买礼物,后来他又骗张家最近有一场比赛,奖金是一百万,但需要七十万的报名费,张家一下就被钱迷了眼睛,拿了存款二十万,还在网上贷款凑够了七十万。 但那一场比赛,他派人让张家输得彻彻底底,那场比赛需要赔二百万,除去报名费也还有一百三十万,张家一下慌了神没有钱赔,这时几个黑人看上了他的身体,表示赔他们玩玩就可以拿出这笔钱,说到这里冯雪哈哈大笑,看着张家都是不屑,他说那几个黑人也是他安排的, 骗张家的,张家被几个黑人轮番上阵,折磨得不成样子,张家也是这种时候才发现,自己掏心掏肺的闺蜜,竟然是给他设了一个局,所以他就将就在演了一出戏,骗我筹钱,我气得眼睛通红。 张家也哭得上气不接下气,原来身边的人竟是这幅面孔。 我和张家的生活也被冯雪毁了,再也不可能再回到以前,可我很疑惑为什么他要这样对待我们,下一秒踏着看张家怒吼,张家这是你自找的, 你总是在我面前炫耀自己过得有多好有多好,找了个很好的老公,可张家你明知道我过得不好,才和男朋友分手。 你说你是不是故意的? 原来如此,因为极度之心,设了这么大一个局,说完他恶狠狠地看着我和张家,安分点,过两天我就把你们送去卖器官那里。 我气得快爆炸,他妈的,骗钱骗人,最后连我们的器官都不放过,风雪真的走火入魔了。 他和几个黑人走后,我拼命地挣扎着,可无济于事,一瞬间整个屋子安静了下来,张家看着我眼里都是回忆,他努力地想把头靠在我的怀里,可我躲了一下身子,他落空了。 是的,我嫌弃他,我的反应让他身子都僵住了,他眼睛里突然没了光,他不再向我靠近,坐在一边,晚上一个黑人给我们送饭,这才撕开了我们的胶带,胶带被贴太久,一下子撕开疼的我倒抽一口气。 可张家没有任何反应,我这才看清了他脸上都是一道又一道的伤痕,这时黑人松绑了我们的手,快点吃,只有十分钟。 黑人说完,站在门口等我们吃完,我饿得难受,端起那碗粥一下就喝光了,张家坐在角落里,没有打算吃饭,我想起了刚才的行为,我那样可能让他有些接受不了, 于是我主动端起粥给他胶,他这才喝了一些下去,他看着我眼泪又滑落了出来,阿伟,我们还能回到以前吗? 他这句话让我走了神,我想起了他所做的一切,虽然是我知道他被冯雪骗的,但我也接受不了他那样的行为,我犹豫了没有说一句话,下一秒他笑了,我知道了。 我依旧没有说一句话,我现在只想活着出去就好,其他的出去再说吧,很快黑人再次走了进来,把我的手重新绑了起来。 绑张家的时候,张家一把摸住他的手,凑上前咬了一下黑人的耳朵,哥哥,我想陪陪你,可以带我去例外一个房间吗? 听到这话,我几乎是立马狂吼出声,张家,你个贱人,我的眼泪流了满面。 可张家没有看我一眼,那个黑人被他挑逗成功,猥琐地笑着把他拖了出去,我拼命地挣扎着爬过去,可没有办法阻拦。 没过多久我听到了隔壁传来的女声,还有男人的嬉笑声,我气得用头撞墙,狠狠地把张家送我的手表在墙上砸碎,表盘的玻璃一下碎了,还有玻璃落在我的手上。 可能是老天爷不想看着我就这样死去吧,我一边听着隔壁恶心的声音,一边用玻璃割断绳子,绳子割断的那一刻,旁边的声音也戛然而止,我以为是他们完事了,可等了很久我都没听到黑人过来的声音。 我挣脱身上的绳子,刚想跑出去就看到了冯雪,他的脸色不太好,拿着一把匕首迅速打开门,将我一把扯过把刀抵在我的脖子上,他妈的,我真是低估张家了。 我正疑惑怎么回事,外面突然来了一群警察,用枪对于我们,冯雪将我拖着走出去,他的匕首已经有些搁进了我的皮肤,我感觉疼痛袭来,放我走,不然我就把他给杀了。 冯雪大吼一句,一个警察让他冷静,在他们沟通之时,我一把抓住冯雪的手,他的匕首也应声落地,我将他反手按在地上。 他很聪明,但他低估了男人的力气,警察立马上来将他给烤住,将他带走,我立马跑到旁边的房间找张家,眼前的一幕让我差点摔了,张家死了。 手里拿着一块石头上面带着血,黑人也死在他旁边,旁边落着一部手机,他正死不明目地看着我,我眼泪一下喷涌而出,崩溃的腿都软了,拼尽力气爬过去,声音都在颤抖。 家,家,老婆你醒醒,别吓我。 可张家没有任何回应,这是警察进来,让我先出去,我被两个警察扶着出去了,警察处理完一切,把几个黑人也逮捕了。 我和警察到了警局,很快便出了死亡结果,张家是窒息而亡,也就是被掐死的,生前还有被人侵犯的痕迹。 那个黑人是被张家砸死的,报警电话是张家打的,他用他的生命换了我活命的机会,此刻我只觉得好后悔,至少那一瞬间我不该躲开他的。 我抱着头崩溃大哭,可现在已经误使人非,很快冯雪被判了死刑,几个黑人被移送回美国执行死刑,警察告诉我,冯雪私自在幼儿园地下开了不合法的私人会所,开了三年,骗了无数的人和钱财,还和走私人体器官的贩子合作。 手里落了很多人命,如果不是张家报警,我们也会被摘出器官,我心如同被人狠狠给撕开,好疼好疼,给张家收尸的时候我根本不敢看他,我怕他怪我,我颤抖着泪水落在白布上,我只能一个劲地说对不起,对不起。 家家,冯雪之行死刑的那天,要求见我一面,看到我他脸上毫无回忆,依旧是那副不屑的模样,他说,张家真是傻,为了你丢了命。 听到这话,我只感觉被人挑起了伤心事,一拳砸在台上,你有什么资格评价我们的事? 下一秒他笑着,告诉我,张家其实一开始挣钱,就是为了我,为了给我买那块手表,但到后面还想给我买房子,因为我们现在的房子很小,还想给我买好车,因为我在公司总是被人看不起,所以张家才一步一步踏上了不归路。 冯雪说告诉我,这些就是为了让我余生在悔恨中度过,说完他便离开了,当天他便被执行了死刑,冯雪也成功了,现在的我后悔不已,我只想杀了自己,我给张家办了葬礼,他的父母和我的父母都来了,他的父母哭得撕心裂肺,一个劲地打我怪我没有照顾好他们的女儿。 我默默地忍受着,我确实做错了,办完葬礼,我和张家告别,警察也在这时,告诉我钱已经全部追回来了,我拿着钱把张家借的钱还清,把我父母的钱还清,还拿出一部分做了慈善,捐给了大山里的孩子,就当是为张家下辈子转世投胎,求个好人家。 张家,张家,我只想对你说我对不起你,如果我能找到逆转时间的公式,我一定会把你从那里救出来,但一切都晚了。